对阵罗马仅仅过了两天,黄马又迎来一场比赛,西甲第五轮主场对阵西班牙人。 好在,无论是对阵罗马还是对阵西班牙人,这两场比赛都是主场作战,黄马省去很多周车劳队的辛苦,洛佩特吉不敢大意夸赞西班牙人国家队比赛这一结束,黄马将在三周的时间内进行七场比赛,其中西班牙人被视为最弱的一只。 但是,即使如此,洛佩特吉也不希望自己的弟子大意,洛佩特吉参加发布会在三前发布会上,洛佩特吉也对西班牙人胜在有加。 我确信,这将是一场要求非常高的比赛,他们提高很多,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,他们有一周的时间准备这场比赛。 如果我们明天想赢球的话,我们将十分专注,力行表现出色,这将是我们本赛季在伯拉乌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。 虽然西班牙人经常在球迷口中,被称为黄马的送分童子,不过上赛季两队交锋,黄马曾在西班牙人身上栽了跟头,上赛继续甲第26轮,黄马可唱领刀一不敌西班牙人,当时把了一大冷门。 四战七分的西班牙人,其实真不弱本赛季西班牙人开局不错,前四场比赛二胜一平一负,取得了七分,魅列联赛第四,排名甚至高于比尔巴尔竞技,马金等豪强,西角第二轮,他们曾2比0击败实力不足的瓦伦西亚,他们也在这个夏天迎来新主教练,陆比,曾在2013-14三季, 担任巴萨的助理教练,西班牙人名单虽然这个夏天,西班牙人卖掉了担加射手杰拉德莫·雷洛,还送走了左后卫阿龙·马丁,但他们从塞尔塔挖来了前锋伯尔哈伊格莱西亚斯, 还从里昂买断中场球员赛尔吉达尔德,上赛季租借西班牙人,他们现在都是球队的绝对主力,值第一级的还有中后卫埃埃尔莫索,今夏转会昌一度跟黄马走得很近,是一名黄马清逊的出品,2016年离开塔斯蒂亚加盲西班牙人,迅速成长起来,成为球队的主力后卫。 此外,西班牙人另一名中卫大卫洛佩斯,将因生缺席这场比赛,西班牙人主帅卢比历史上,黄马与西班牙人交战179场,黄马取得105胜34平40负的成绩,优势十分明显。 黄马首发,轮换是在B型游号位位置,今夏3000万欧元奸下的奥德里·奥索拉,有可能上演黄马首秀。 周五的黄马训练课,卡瓦哈尔身体不适缺席了训练,洛佩特吉也在发布会上,证实了这一消息。 但是今夜老道的洛佩特吉没有宣布奥德里·奥索拉会首发,依然卖关子,黄马训练,缺少卡瓦哈尔最大悬念还是门将位置,洛佩特吉仍然没有宣布主力门将。 但是据埃斯报推测,洛佩特吉计划将那瓦斯打欧冠比赛,让库尔图瓦打西甲比赛,库尔图瓦提西甲,后方线上,那桥有希望成为首发,而他的腕金有属性,可以让他上车中后卫或者左后卫,他可能轮休,尔拉内或者马赛洛,塞尔瑞斯跟莫德里奇的阵罗马,黄马中场三人组表现出色。 不过与西班牙人的比赛,黄马可能不会使用莫德里奇,克罗斯,卡萨尼罗铁三角,塞瓦约斯或者伊斯科有希望出现在首发名单。 前锋方面,阿森西奥体能充沛,首发的可能性很高,而另外两个位置,将属于本泽马跟贝尔,BBA组合。 本赛季是洛佩特级的偏爱,不过据艾斯包的名义调查显示,77%的球尼希望马里亚诺首发,不知道上一轮打进漂亮进球的黄马星期号,能否赢得洛佩特级的信任。 黄马预测首发,库尔图瓦、奥德里、奥索拉、纳乔、拉莫斯、马赛洛塔赛米罗、克罗斯、伊斯科赛尔热斯、贝尔、本泽马迈里亚洛、阿森西奥。 北京时间9月23日凌晨2点45分,西角第五轮,黄马主场对战西班牙人,让我们期待黄马的精彩表现。 北京时间9月23日凌晨2点45分,西角第五轮,黄马的精彩表现。